斥资三十亿建造的寺庙竟暗藏灵堂 这背后的真相让人细思极恐 有传闻这正是李嘉诚在香港修建的慈山寺 据说不仅每天要限额参观 甚至规定参拜者不能烧香只能供水 那么他这么做到底想要干什么 难道真是为了保护理事家业而布置的风水大局吗 本期担长就带你一探究竟 要说香港早年最继代表性的风水建筑 一定绕不开首富李嘉诚 吃巨资打造的香港慈山寺 他位于香港新界大浦区 于2008年前后建造完成 据说这所寺庙建设的初衷是为了更好的弘扬佛法 然而事实上他却限定参拜者人数 并且还禁止烧香拜佛 那这明显就有点说不通了 这寺庙不能烧香拜佛 那还能去干什么呢 事实上单从寺庙为模式的防弹禅房中 就足以看出李嘉诚的别有用心 对李嘉诚建设寺庙这件事情 这网上的评论也是各有千秋 有人猜测 李嘉诚建设寺庙是为了随时能保护李氏家业 常文还有香港媒体曾质疑过 这慈山寺是李嘉诚的私人陵墓 至此之后这坊间是众说纷纭 不得已李嘉诚本人也对此做出了回应 表示这慈山寺是专门为香港人所建 并且只是为了弘扬佛法 并不是李嘉的私人乐园 将来还会在慈山寺的旁边新建一个私人陵墓 然而有信心的网友发现 单单从这慈山寺的建筑就能看出 建造这座寺院的目的可真不是为了弘扬佛法这么简单 首先这座寺院建筑的一大特点 就是模仿了中国佛教文化中最为兴盛的唐宋两朝的风格 同时这寺院背靠八仙岭 这对面就是传弯淡水湖 并且占地高达五万平方米 这寺院整体采用的是双轴设计 这重楼线有山门以及大雄宝殿 并且东西两侧向外延伸 就如一只展翅的飞鸟 极为壮观 除此之外 这慈山寺还融入了现代建筑科技 据说寺院采用的建筑材料 是非洲进口的紫檀木极为名贵 这种木材的颜色为深紫黑 入水即沉 这么好的紫檀木要几十年才能生长出来 并且一般都用来制作雕刻的艺术品 而李嘉诚却来用作建筑材料 可见这彩底相当豐厚 还有就是这寺院的珍宝也是极为繁多 首先是这大雄宝殿内的三尊大佛 它的莲花宝盖全是由24K金铸造 这寺院里面不仅有2012年 斯里兰卡总统赠送的扑提圣数哲之 还有国协大师扰宗怡的亲书心经卷轴 同时院内还有一座全球第二高的观音像 据说这观音像的圣像是由青铜合金铸成 这由此可以说这寺院从来都不差钱 虽说进寺院不要门票 但是每天却只接纳400人 并且还有个规定 就是进入寺院之后禁止烧香拜佛 只能供锤礼佛 除此之外 这寺院内还有一个极为特别之处 就是之前提到过的微模式防弹缠防 为什么说它防弹呢 据说这是专门为李嘉诚设计的 这里面共有两层并且设有升降机 而且这房屋内所有窗户均安装了防弹玻璃 这地板以及墙式内部都镶嵌了钢板 足以抵挡坦克子弹的爆炸冲击力 并且还设有紧急报警器 可以说李嘉诚在这座建筑上 真是投入了不少金钱 然而这些还都只是表面现象 这是香港迄今为止最阴险的风水布局 传说李嘉诚 耗费巨资建造的寺庙竟是私人陵墓 这种传闻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从风水学的角度来看 慈善寺则是一个标准的座位朝南风水格局 南北通风 因此就形成了一种很好的空气对流 加上寺院背靠八仙岭 这对面就是传海湾 这也是一个左青龙又白虎 相互拱位的风水宝地 不管在什么时候 这青龙白虎都是成双同队的出现 这青龙鼠木洗洞 这白虎鼠金洗净 这一洞一净的相互结合 使得这座建筑 不管从设计还是到气势 绝对称得上是顶级的风水格局 正所谓祖山天才星 曲曲来龙 这正学正好处在慈善寺的右方 所以又促使了这龙虎达到了一种阴阳平衡 古代风水学中 有句非常著名的话 龙不起顶非真结 穴不起顶非真穴 据传这慈善寺的整体格局为金星其顶 非常聚气聚才 而它更是将这个禅修室选择修建在了龙穴下方 这结果不言而喻 此外慈善寺后面便是八仙岭 而这龙脉则是从广东罗浮山 并且一路经过东莞 深圳及香港等地 最后在八仙岭形成了一个海螺吞肉穴的风水格局 此穴面向传海湾 正所谓青龙卷岸白虎有情 硬是将其渗入水中 并为主穴都爆出天心水 这水聚天心 主显的就是富贵 非常的聚才气 然而李嘉诚规定寺庙供水礼佛的原因 据说就是因为李嘉诚的八字洗水和墓 因此他才花费大量的时间 去用进口的子坛墓建造寺院 同时还要信众供水礼佛 就比如他的长青石叶集团 这名字就是水旺 与八字形成水火积极之势 这寓意着大吉大利 而这寺院中也有与他八字中的水相互对应的建筑 首先就是寺院中间的水池 这种水池一般是私人吃水的地方 然而就在他的上方 却有着几十个圆形的吊钟 这在风水学中属于藏风俱气的布局 同时也遇着财运 就如同这圆钟一样循环不断 而且只要是信奉者来到此处 怀着慈悲的心在这里取水礼佛 也能为寺院带来吉祥盛望的气场 但是在风水学中 只有流动的水才能带来财气 这也就是说 这寺院中水池的大小 要以这建筑大小成正比 否则就会起到反作用 若水池大了则会导致水池过多 阴气聚集 同时也会导致生意上遇到挫折 若是水池太小 你就达不到藏风俱气的效果 然而据说 寺院中建设佛教博物馆 这在风水学上也是大有来头 看着是寺庙 实则是灵堂 李嘉诚是巨资建造的慈山寺 果真是为了弘扬佛法 这么简单吗 慈山寺中的佛教博物馆可不简单 据说在风水学中 它正好处在寺院的正中间 而中间为土寓意着镇守四方 也可以说 整个寺院中 这里才是风水最为独特的地方 从外形上来看 这寺庙建筑以及布局 可以说是雄伟壮阔 无可挑剔 而这博物馆里面 还存放着大量的佛教奇珍异宝 除此之外 这里面的每一个佛像 都有独立防弹玻璃箱的装置 并且还能看得极为清楚 不得不说 这建筑也反映出了 香港风水界登峰造极的建筑智慧 与此同时 这个博物馆的上方便是一座 传闻这样做可以让整个寺院的前乡 都由菩萨来看管 谁也别想动了风豪 然而据他本人所说 建设这个观音乡的目的 只是为了保护他的子孙免受伤害 这到底是真是假 我们无从定论 不过有一种说法认为 李嘉诚花费30亿去修建慈善寺 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但他也从未说 是为了自己 这么做就是给自己激功累得罢了 那么有人就会有疑问了 为何李嘉诚不拿30亿去建设一个廉价房 然后免费提供给那些没房住的人呢 这岂不是功德更大 其实修建这座寺院 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那就是安抚自己的内心 毕竟据说李嘉诚 也是极为信奉风水 现在随着年龄大了 也想在此地找一块风水宝地 作为阴宅 然而李嘉诚却说 建设这慈善寺 是为了香港人所建 并且还因此成立了基金会 竭尽全力去服务社会 并以此与每个人共同弘扬佛法 与此同时 他还能给香港同胞 提供一个进化心灵的清幽之地 这怎么让人听起来 都觉得是满满的慈心和希望 但是这座寺院传闻 就如同是跟李嘉诚的私人会所一样 这聪明的人 一眼便能看出其中的猫腻 对此你有什么不同的观点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好了 本期的内容今天就讲到这里 观众探长 我们下期再见